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个含着金汤池长大的少爷 又是要给你制造惊喜 又是开一宿空调 就是为了把自己弄病 让你多关心他一下 静静 这么用心的男孩子 你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啊 顾总 你没事吧 静静 还是你来吧 你不会又再装病吧 苏静静 人都这样了还能有假呀 对啊 烫 快去 坤姑姑 这么烫 我说了吧 我这次真是装病了 我 还愣着干嘛 快去医院吧 对 我去开车 你这 来 来 这些让你洗了吧 好吗 好吧 没事儿 我去交亚飞 嗯 快过来坐着 休息休息吧 你把顾总弄过来 应该累坏了吧 没事儿 别自责了 哎 我是真的以为他是装的 我要是早点发现 他也不至于烧成这个样子 我听谢特说 顾总对你真的挺上心的 你想啊 他一个含着金汤池长大的少爷 又是要给你制造惊喜 又是开一宿空调 就是为了把自己弄病 让你多关心他一下 静静 这么用心的男孩子 你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啊 哎呀 艾米你别说了 我心都乱了 我先想一下先想想 我自己知道 哎呀 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这是一个星期的药 一定要一顿不辣地吃完 里面有消炎药 千万不能喝酒 你说 幸好你们两个来了 要不然非得 少出毛病不可 怎么这么大个人了 还做这么幼稚的事情 对呀 你说怎么这个智商 会如此下线呀 还不是被爱情 冲昏了头脑 对 那他骗你的事 是不是值得原谅 实在是情有可原 哎呀好了 我又没说不原谅他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们三个在这聊天 会找到他休息的 那你好好的 我们先走了 你好好照顾顾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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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